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由科研云NS2能源学人联合推出的系列公益云讲座 我是主持人胡适来自天津大学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北京大学的习正峰院士来做学术报告 非常感谢习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大家做公益讲座 也希望各位老师同学可以认真的学习有所收获 允许我介绍一下习正峰老师的基本情况 习正峰北京大学博雅讲习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获2003至2004年度中国化学会巴斯夫七年知识创新奖 2004年中国化学会首届黄耀增金属有据化学奖 2005年中国里来科技贡献奖 2007年耀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一等奖 2014年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等 2019年他曾作为负责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空气主份转化化学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担任多个国际会议的资委主席或共同主席 他曾率先提出并系统开展的双金属有机合成氏气化学 目前致力于氮气的活化与转化研究 将实现温和条件下直接从氮气合成氨氮有机化合物 作为其科研生涯的最终目标 好 今天西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报告是关于从氮气直接合成氨氮有机化合物 这样一个话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西老师登场 好 我共享一下了 洪老师 能看清楚吗 可以的 可以 能听到是吧 嗯 可以 好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首先非常感谢胡老师来主持这个讲座 也感谢我们科研云主播团队的细致专业的工作 这次讲座呢 我的题目是从氮气直接合成氨氮有机化合物 那么主要内容呢 是这个基于下面的这篇文献 是有我的课题组 还有这个 我看这个PBT有个机关笔 好 大家去看这个屏幕就行 还有这个 复旦大学的石山杰教授的课题组 还有中科院大话所的陈平老师课题组 还有邓德惠老师课题组 我们四个课题组一起撰写的这篇综数 毕竟最近发表在这个NSR上面 那么因此呢 我想借这个机会 首先向大家讲要的来介绍一下 这个NSR 好 NSR的这个全称就是National Science Review 它的中文名称呢 叫做国家科学评论 它的这个文献的这个 所有检索的时候就是NATL 这个好多人的那一看 这么有一些好像不太熟悉 然后Science DL 然后这个Review 它的缩写是NSR 那么这是一本这个中国科学院主管的 那么科学出版社出版主办 还有和这个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是联合出版发行的一本这个国际的学术期刊 那么这本期刊呢 现在的这个Impact Fact 就是影响因子呢 已经是16.693 在全球综合性期刊排名第三 仅次于这个National Science 那么这本期刊的它的目标呢 是国际顶尖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它的定位呢 是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国内外 自然科学重要研究进展 实际上它砍发自然科学的几乎所有的内容 包括化学 生命 材料 地学 信息 还有数学等等 数理等等 那这本这个期刊呢 有这个非常强大的编审这个团队 那么它的主编呢 是这个中国科学院院长 现在是刚原院长这个白春理院士 那么副主编 有这个化学的副主编是高松院士 有生命的副主编是十一工院士 那么材料的副主编是赵东元院士 就是这里有197位编委 也就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编审团队 好 那么我用这张PPT呢 来向大家这个解答一下 大家经常那个问到的问题 有第一个问题就是 从名字上来看 它叫国家科学评论 所以ISR有人问呢 ISR是指发表综数吗 回答是no 是不是 就是ISR发表综数 同时发表研究论文观点 等多种类型的文章 那么主要呢 是研究论文 所以ISR不仅仅发表综数 那么它主要的发表是研究 这个原创 这个原始的研究论文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ISR发表的都是约稿 我们能随意投稿 这个也是 不都是约稿 就是研究论文接收这个自由来稿 综数呢 以约稿为主 与自由来稿同等的评审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发文量是多少 那么现在是每年发表研究论文 化学类的差不多25篇 中数类 中数类论文30篇左右 化学是5篇 这个数目呢 现在看上去还不是很多 但是呢 在这个文部的增加之中 就发文的数量 还有很多人更关心这个送审率是多少 利用率是多少 那么现在呢化学领域ISR的送审率 差不多20% 也就是说有80%是没有送审直接就去 还有呢最终的入冻率呢 差不多是10% 那么也有人关心他的这个 这个评审的过程 那么他是严格的国内外专家通行评议 那每一篇这个稿件最至少有三份这个同行意见 发表周期 那现在呢是出筛的时间是差不多7到10天 就是决定是否送审这个过程 然后首轮的意见差不多一个半月左右 那么接收后呢 我的工作日就可以上线 还有更多人问到我的论文为什么没有被送审 就就被退掉了 这个刚才大家看到上面的化学领域送审率只有2% 所以这里希望大家在投稿的时候 最关注的一个是研究论文注重学科的奠基性 原创性就是基础性原始创新成果 还有要具有广泛的兴趣性 同时呢还要考虑这个学科的评论 所以在此呢我作为这个化学评审组的组长 热烈的欢迎大家投稿 投稿的时候呢 请大家尽可能的多的去关注所做工作的奠基性 还有它的原始创新性 还有它的这个具有这个广泛的兴趣性 以上呢是非常这个简要的 向大家来介绍了一些 介绍我这个NISR的情报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回到 今天的这个科研云的NISR云讲座 从氮气来直接合成 含氮有机化合物 好那么我今天向大家来这个交流的 主要的内容呢包括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是从氮气直接合成含氮有机化合物 它的这个意义所在 它的研究的现状 以及它这个存在的挑战 那么因为我自己的研究进展 或者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 所以我今天呢主要是向大家来做一个 一般性的这个对于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 一个这个交流 那么首先呢我们从它的从氮气直接合成 含氮有机化合物 它的意义所在来开始 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含氮有机化合物 与氮气直接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大家知道氮气构成这个生命 及物质世界的这个重要基础 那么含氮化合物与氮气之间 它们最核心的相关的这个关系 就是氮元素 所以氮呢是构成生命及物质世界的这个重要基础 那么85%以上的医药90%以上的这个化肥啊 农药材料等等 还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大分子 它们这些化合物呢 都是这个含氮氮的这些化合物 那么这些具有各种各样的功能的这个氮氮化合物 实际上构成了我们的物质世界 也促成了这个现代的文明 可以说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氮氮化合物 就没有人类的现代的文明 但是呢自然过程 自然过程已经无法 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现代人类社会的需求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 刚才提到的这些具有各种各样功能的 氮氮化合物 都是需要人工合成的 那么这也说明了合成科学的重要性 那么另一个方面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那么氮气是空气中的最主要的成分 占空气体积比的近八成 是最丰富最廉价的氮源 当然最廉价 我这里加了一个问号 加了一个引号 目前还不是最廉价的氮源 但是真的是取之不尽 并取不尽 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 地球上或者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头 99%以上的氮元素 都是以氮气的显示 存在于这个空气之中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这个空气中空气中的氮气的氮 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具有各种各样功能的 含氮化合物 含氮有机化合物中的氮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 这些含氮化合物中的氮 是不是直接来自于空气中的氮气的氮 这是一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 答案清楚 那就是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刚上面提到的 具有各种各样功能的 含氮化合物中的这个氮 都不是 或者绝大部分都不是 直接来源于空气中的氮 空气中氮气的氮 而是要经过一系列的 高能耗 高污染操作 间接地使用了空气中氮气的氮 这其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力棒 也就是从 这个空气中氮气的氮 转移到化合物中 变成这个含氮化合物中的 氮 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接力棒就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工业合成氮 就是NH3 目前人类直接利用 目前人类直接利用空气中的氮气 最成功的途径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工业合成氮技术 那么它是人类科技史上最伟大的方面之一 它奠定了现代农业的基础 极大的推动了现代文明的进步 这样已经有三个人 已经有三人因为合成氨 及其工业化 还有相关区化机率的研究 获得了诺贝尔奖 那么也有文献报道说 如果没有基于合成氨的这个粮食增产 那么现在地球上有一半的人口 就没有粮食吃 但是传统的这个合成氨过程 传统的合成氨过程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高温高压催化剂 那么据推算呢 它的年耗能 年耗能占全球耗能总量的预约版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耗能量 我基本上没有任何概念 就是到底全球能耗的版本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同时呢 它也这个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资源 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 也有据一些维线报道说 全球二氧化态排放链的约1% 是在这个是因为合成氨的这个工业产生的 当然在合成氨工业中的这个高能耗 还有一些高污染 刚才提到的高能耗用 其实主要是在这个制氢的过程 那么因此呢 现在高效的制氢方法 高效的制氢的方法 也具有极其重要的这个基础 科学意义 还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那么实际上也是目前 从基础到应用研究的一个 非常非常受关注的一个热点 好那么人类合成了这么多的 合成氨都干什么用了呢 刚才提到了 大家还记得 NH3是空气中的氮气中的氮 到有机化合物 还但有机化合物中氮的一个接力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合成氨都做什么用了 都做什么用了 那么2018年 2018年全球约有1.5亿吨工业合成氨的总产量 那么国内呢差不多占全球的3B 质量是很多的 那么这其中呢有70% 就是差不多70%的工业合成啊 是用于生产化肥 比如淡肥和复合肥 这个大家可能从农村来的 这些学生年轻人 很多都见过很多化肥袋子 尤其是尿素 尿素还是比较贵的一种化肥 那么另外呢 30% 约有30%呢 是用于其他寒氮化工和化学品的原料 就是刚才提到的 刚才提到的那些具有各种各样功能的寒氮化合物 尤其是寒氮有机化合物 当然也包括寒氮的无机 比如说硝酸 硝酸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大宗的工业 硝酸是怎么做的呢 硝酸实际上是通过NH3 就是氨氧化 氨氧化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过程 它是用量硝酸 那么还有比如说比较金 北氨的合成 还有结氨 是吧 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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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的合成 都是经过这个利用氨作为出发原料来实现的 好 那么氮气的化学活化 以转化途径 氮气的化学活化 以转化途径 然后直接利用氮气的几个途径 这里做了一个讲要的一个归纳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工业合成 第一个就是工业合成 这也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这个哈勃波士过程 那么它奠定了现代农业的基础 当然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自从这个工业合成 这个哈勃波士过程 传统的工业合成之后呢 人类就是科学家 一直在寻找更温和的条件 去把这个工业合成案的这个过程 它的这个条件给它变得更温和 那么实现这个温和条件下 实现温和条件下 从氮气化学合成案 是半个多世纪以来 国内外的这个化学家 的主要的 那么虽然已经取得了 这个很好的研究进展 包括我过的许多学者 但是呢它的现状是实力 还是还是比较少 还是很少 效率也都很低 实际上这个效率低呢 主要是从远远还达不到 这个工业化的要求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是直接从氮气 直接从氮气 合成含氮有机化合物 直接从氮气 合成含氮有机化合物 肯定是直接利用氮气的 重要的途径之一 但是到目前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的研究 还很少 实力也很少 只有零零星星的 反应报道 那么有效的催化反应 还没有实现 所以从氮氮有机化合物 的重要性 刚才我们提到 具有各种各样功能的 氮氮有机化合物 从氮氮有机化合物的 重要性的角度来看 那么这种第三种 这种氮气的 直接利用方式 应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包括它的基础科学意义 还有它的实用价值 应用价值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非常遗憾的是 这个氮氮有机化合物 或者氮氮化合物的 化学合成的限制 是目前几乎所有的 目前几乎所有的人工合成的 氮氮化合物 都是以氮为基础氧量之辈的 换句话说 就是前面提到的 绝大部分的氮氮 有机化合物 的氮 都是来自于NH3的氮 那么 不经过氨 不经过氮 直接从氮气 高效 温和的合成 氮氮 就是氮氮化合物 那么就可以从源头上 避开工业合成 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那么是氮气直接利用的 一个重要的途径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和巨大的应用价值 好 接下来我用这两端 用这一端PBT来简要的 归纳一下化学固氮 化学固氮研究的两次高潮 那么第一次高潮 是始于1965年 首例过度金属氮气 配合物的 意外的合成 那么在这时期 我国老一辈的化学家 也积极地开展了相关的工作 并且取得了 也取得了很 很重要的成果 现在我们 好多人 尤其是老一辈的 或者是老一辈的化学家 可能还知道 我们当年有下轮模型 和复周模型 和复周模型 都是对于固氮 固氮媒的结构 进行的研究的结果 那么第二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 是2003年 希尔克催化循环的提出 那么这两次高潮 这两次高潮 都是以合成氨 唯一安静目标 人类希望能够 能够去发现 更温和的条件下 合成氨的这个过程 好 那么假如 假如化学固氮 有第三次研究高潮的话 如果将来 如果将来出现化学固氮 的第三次高潮的话 那么从氮气 直接合成氪氮 氨氮有机化合物 是否可以成为 第三次高潮 那么我们是希望 努力推动 从氮气 直接合成氨氮有机化合物 成为国际 孤氮化学研究的 第三次高潮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如何实现 氮氮固氮 直接从氮气 合成氨氮有机化合物 其实呢 用氮氮来画 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可以用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式子来表示 就是氮气 加上碳源 变成氮碳键 也就是含氮油 就化合物 但这是一个概念图 这是一个概念图 看上去 非常的简单 那么当然实际上 它包括了很多的内容 我们可以分解这个概念事 来看一看 首先氮气 当然氮气 刚才提到过 就是这个 99%以上的元素氮 都是以氮气的形式 存在于空气这种 所以这个氮气 肯定是要直接来自于 这个空气中的氮气的氮 而碳 可以是各种 各种碳源 它可以 第一 整个有机化学 为基础 那么它可以是 比如说碳正离子 碳负离子 碳的自由基 当然也可以是一些 其他的一些分子 比如说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甲烷 甚至本环 是吧 等等 那么或者是这些化合物的组合 那 反应完之后 就可以生成氮碳碳键 也就是含氮油 化合物 那大家可能会想 那 怎么会这么容易 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你化的这么容易 怎么可能 是的 那么这些反应 这些反应 当然不会这么容易的发生 实际上是很难很难 发生的一类反应 但是呢 大家要相信 大家要相信 在合适的反应条件下 所有的反应 都是可以发生的 换一换说 所有的化学反应 都是可以进行的 不能进行的化学反应 都是因为 没有找到合适的反应条件 那么合适的反应条件 都有哪些呢 当然有很多 哪些条件可以促使 氮气和合适的碳源反应 变成含氮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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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一个科学问题就是怎么样一个传制的过程 是气体的和这个碳源能够发生反应 所以压力应该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然后还有均向 我们可能在线上的老师或者同学做多项 或者表面 多项表面或者通过金属 通过金属尤其是过渡金属 那有的还有可能是非金属 或者通过线域 也可以通过这个自由基 淘宾 甚至刚才提到的以上这些反应条件 他们的协作 他们的协同作用 最终来实现这个 韩带有机化合物的合成 好那接下来呢 向大家来介绍这个研究的现状 那么我想用三篇综述来向大家 介绍这个内容 那么这是2017年 2017年我们撰写的这个一篇中文的综述 那么实际上这也是第一篇 就相关从氮气直接合成 韩带有机化合物的这个综述 那么在这篇综述里面呢 我们介绍了从氮气直接合成 韩带有机化合物 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头 所取得的一些一些成果 主要是从这个生成的 韩带有机化合物的角度来写的 比如它可以生成氨类 可以生成鲜氨 可以生成锦 生成连氮类 甚至他而亚氨 甚至还有一些韩带的杂黄 比如说鼻落等等 当然这些化合物 就是这些反应 从氮氮有机化合物的合成的角度 这些方法还都没有实用的价值 但是呢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 零零星星的这些报道 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从氮气直接合成 韩带有机化合物是可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并不是 这个第一例 并不是第一个考虑来从氮气 直接合成韩带有机化合物的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前奔 很多都在这方面 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当事 好那么 自从刚才提到过 自从这个1965年 自从1965年第一个这个氮气 配合物被意外的合成出来之后 这个人们就 尤其是无机化学家 或者配合化学家 发现这个周期表中的 几乎所有的金属 几乎所有的金属 都可以与氮气形成这个氮气的配合物 那么可以形成端机 侧机 形成端机 侧机 这个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配合物 但是呢 这些氮气配合物有的 可能和金属配位的比较牢固 有的是配位的非常弱 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由于氮气 这个配位很弱 所以在进一步的反应的时候 在进一步的反应的时候 绝大部分就会发生 这个氮气的解离 那就在后面的时候 后面反应这个氮气就跑了 因为它作为一个气体 非常我们知道的 非常非常稳定的这个气体 双原子分子的这个气体之一 就它就很容易跑掉了 所以 那么 哪些化合物 就在移植的这些化合物中 哪些化合物 或者哪些配位模式 可以进一步生成氮碳件呢 这是一个通过文献 我们想了解的这么一个内容 所以在 这个最近呢 我们就 刚才提到我们 复旦大学的石丹杰教授 大化所的成品研究员 和动作化研究员一起 组结了不同配位模式的 金属氮气配合物 参与氮碳件形成的反应 比如上面这是第一类 第一类就是这个 end-on 也就是端极配位的 过渡金属氮气配合物 它可以形成 这个氮碳件的一些例子 大家看这是12345 就是文献报道 有这么五种 有这么五种端极配位的 过渡金属氮气配合物 它的这个 单金结构当中被 被表证 但是呢 只有两种 就打勾的 打勾的 只有两种 只有两类被报道 可以形成这个 单探件 可以发生的反应 包括比如说这个 弯极化反应 先极化反应 这个还加成 还有插入 甚至这个还有就是 其他一些反应 那么大家看这是 就是在 已经有五种 已经有五种 这种端极配位的 氮气配合物 那么但是呢 只有两类 只有两类 第一类和第四类 能够发生进一步的反应 来形成这个氮气配合物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 有意思的 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 可能有一定的启示 那么其他这些不能够 还没有文献报道 形成单探件的这些化合物 并不能说明 这些化合物就不能够形成 单探件 只是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反应条件 那么为什么这个 这个施章节 陈平等都会我们一起 来写这篇综述 原因就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我们几个 课题组 包括于 还有和这个麻生明老师 一起承担了这个基金委的 空气主份转化化学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头呢 我们包含了三个方面的 研究内容 其中呢 从氮气直接合成 氨氮有机化合物 或者氮气活化与转化 直接构建氨氮化合物 是我们这个空气主份 转化化学基础科学中心的 这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那么第二类 第二类这个形成氮氮件 是经过这个 侧击配位的 大家看这文献报道呢 通过单金结构确认的 有这么一二三四五 也有这么五类 但是呢 能够发生后续的 但碳件生成的反应 生成反应的这个种类 也只有后面这两类 只有后面这两类 那么它当然也可以发生 氨氯化 这个氨氮加 什么叉入 还有伊亚哈碳 这个等等 相关的这些反应 那么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后面的这两类可以发生 而前面的这三类不能够发生 我们在这个 在文献 在我们这面中述里面 也基于了一些 一些比较 比较这个浮浅的理解 浮浅的讨论 因为具体的原因 实际上还不但 还不是很清楚 尤其是说前面这三种 已经报道的这些测济化 为什么不能够生成的弹体 那么还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原因就是 我们还没有找到 它的合适的反应条件 当然去寻找 合适的反应条件的时候 也要经过 一定的理性的分析 尤其是去理解 这些化合物的 这些氮气配合物的电子结构 还有它后面怎么有可能 如何的条件下 那么比如第三类 第三类就是 end on side 端极测极都有的 端极测极一体的 这些单气配合物 当然这里头呢 也有五类的 端极测极一体的 这些单气配合物 被报道 但是呢 只有第二种打勾 也就只有第二种 这个配合物 已经有形成 这个单探鉴的 这个报道 那么其他的这些呢 还都没有 找到合适的反应条件 因为在后续的反应的时候呢 这个单气 就以这个 要么是不发生反应 要么单气就跑掉 还有下面的第四类 第四类 这已经变成了 蛋气的 这个 蛋气的延伸 就是金属蛋 金属蛋件 比如蛋三件 还有等等 这几种 那么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几种化 然后呢 实际上 在后续的这个 蛋探鉴的形成反应 都是可以发生的 理解 一个蛋 但三件已经被彻底的切断了 就变成了一个金属 蛋物种 那么后 他们在发生 这个反应 形成蛋 看见 都是可信而已 而第五类 第五类 大家 这都是 第五类呢 都是一些 这个早期的 那么这些工作呢 实验它的反应的过程 还都不太清楚 那么实际上呢 也都非常 非常重要的意义 尤其是 从这个 海担有机化合物的 合成的角度 比如他们过去 有报道的 比如本能的合成 实际上 北岸的合成 是一个 非常有挑战性 这实际上也是够 产生了大量的 一个 严重污染 这么一个过程 实际上 那么如果 能够从氮气 直接合成 比如北岸 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那么最近呢 这个我们刚才 空气助分 转化化学 我们这个 科体 这个项目 中的这个 复旦大学的 石丹杰教授 课题组呢 将这个有机合成方法 有机合成方法 学的研究方法 巧妙地应用到 从氮气之间 和寒淡有机化合物中 取得了这个突破性的 研究的进展 大家应该很快 可以看到 他工作的 发表 好 那么除了这个刚才 上面我们这篇 综述 这个向大家来 汇报的这个 生成氮碳件之外 就是配位的氮气 配位的氮气 还有可能生成 这个其他的这个 氮 杂原子件 氮杂原子件 就是这个 Chemical Review 这个Paul Chiric 他在2020年 也是在最近 报道了这么一个 发表 这一篇综述 对氮杂原子件 的生成 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那么氮杂原子件 可以比如说 这个氮硅件 氮旁件 甚至氮零件的 这个合成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阅读一下 这篇这个综述 这个综述 好 那么通过以上的三篇 三篇综述 从我们可以看到 从氮气来构建 氮件的这个研究的现状 还有它的未来 可以这么总结一下 就是现状呢 就是研究挑战巨大 进展缓慢 但是呢 一直有零零星星的报道 就是国际国内 有很多 有相当的课题组 现在就认识到 从氮气直接 和氮氮有进化合物的重要性 所以大家一直没有 没有 这个彻底的放弃 一直有零零星星的报道 那么目前呢 绝大多数研究军事 通过金属 这个氮气配合物 与含碳试剂 来反应来实现 那么光化学 电化学表面 催化等研究方法 在近些年 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尤其是在这个 电化学的原用 还有光化学的 都表现出一些 有相当的这个特色的 这个功能 那么 以致呢 一些反应 可以实现合成的 这个循环 但是呢 有效的催化过程 还没有实现 这就是它的现状 那么未来 在这边 我们这个 NSR的这些综述中 我们写的更多 这里面 简要的体制 那么就点一个呢 比如说金属氮气配合物 金属氮气配合物 新的这个反应模式 还有多金属体系 多金属体系 和组组金属促进的 这个氮气的 火化与转化 那么还有这个 光化学和电化学 以及非军相体系 非军相体系的 这个作用 或者是 刚才提到的这些 这些研究 范式 或者研究方式 方法的 这个协同效应 都有可能 对实现 从氮气 直接合成 寒淡有机化后 起到很好的作用 好 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做 那我们到底怎么做 那么刚才 向大家介绍的 就是 我们的这篇综述 查阅这篇综述 去了解 前人 去了解前人 在大半个 实际以来 是如何去研究 从氮气 直接来 来构筑 氮碳碳碱 那么 实际上一直 尽管一直有 零零星星的报道 但是呢 都没有 这个 没有突破 研究方法呢 还是几十年来 基本上是 研究的思路 是一样的 我们是希望通过 去文献的 这个 阅读 然后了解 前人是怎么做的 然后在我们的 这个过程中呢 去避开 尽可能的 避开前人的 研究方法 去这个 另辟 其境 来寻找 这个 一些新的思路 去实现 从氮气 直接合成 寒淡有机化后 所以 下面呢 讲要的 向大家来 再介绍一下 我们的 这个研究策略 刚才提到 在过去的 这个 大半个 时期以来 那么一直有 零零星星的 这个 从氮气 直接合成 寒淡有机化后 的这个报道 甚至也有 很多种类的 寒淡有机化后 都可以从氮气 来直接 做出来 不经过 直接来 做出来 那么 虽然没有 重大的突破 但是呢 前人的 这些 研究方法 现在我们 通过文献 来看到 在过去的 这个 大半个 世纪以来 有 六十 六七十篇 的这个 文献 那么把这些文献 归纳起来 把它归纳起来 就可以归纳成 先淡后探 先淡后探 那么怎么来 怎么理解 这个呢 就是 前人到目前为止的 这个研究 或者传统的 传统的从氮气 直接合成 寒淡有机化合物 他的研究思路 基本上就是 先将氮气 与过度金属结合 变成 这个 金属 氮气配合物 这就是 先淡 然后接下来呢 使这个 金属和 金属 氮气配合物 与 金属 氮气配合物 与 这个 碳元 碳元 发生反应 发生反应 那么 这一步 就这一类的反应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关键的一步 是发生在配位的氮上 发生在这个配位的氮上 那么由于刚才提到过 就是配位的氮气很弱 配位的氮气 或者配体 配体氮气很弱 所以导致 目前800多个 有单金结构表征的 金属 氮气配合物中 90%以上 会发生氮气的解离 因为在这个时候 氮气就跑了 氮气就跑了 所以如何使这个 如何使配位的氮气 足够的稳定 然后与碳元 发生反应的时候 不发生解离 是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 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先氮后碳 也是一个 这个前人的一个研究的 一个总结 或者叫做常规的策略 那么我们从根据这些问题 就在这个后续的碳元 在和这个配位的氮气 或者是配体氮气 发生反应的时候 然后这个反应是发生在 配位的氮气上面 而由于氮气的配位能力 非常弱 所以就把这个氮气给顶掉 氮气就跑了 所以后边的生成氮碳件的 这个力量就非常少 那我们针对这一个问题 针对这个基于我们自己的 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 研究背景 还有理解 我们就提出了 我们自己的研究方案 我们把它叫做先氮后 也就是说先合成碳金属键 先合成碳金属键 然后再使这个碳金属键的话 和氮气发生配位 那么该反应的关键一步 该反应的关键一步 将发生在金属的中心上面 而金属可以通过 而金属可以通过这个 通过配体啊等等的选择 产生协通效应 最后呢 经过这个 经过还原消除啊 迁移插入啊 还加弹等等的机缘反应 来生成氮碳件 那我们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方法 因为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 那么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去合成氮碳件 可以有很多方法去合成 SP3 SP2 或者SP的这个氮碳件 或者是金属的砸环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可以想实现 利用一些方式方法 使这个氮气 后来进到这个 金属的这个中心上面 就是氮气配位到 这个金属中心上面 那么有通过金属中心的 这个协同作用 会使得这个氮碳件 使得这个碳 还有这个向灵的氮气 然后发生一些机缘反应 发生一些机缘反应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第一个一些还原消除了 或者迁移插入 或者还加成等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反应 就可以生成氮碳件 甚至可以实现 我们的这个最终的目标 就是这个 把催化合成 从氮气 从氮气催化 合成 含氮 有句话后 这是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 好 这是我们的研究策略 那么到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个方面 在上面的这个常规的策略 就是先氮后氮 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策略 先氮后氮 两个方面的都在 都在开展研究工作 同时呢 我们也在利用这个压力 利用光和电的这个协助 来实现这个氮碳件的生成 同时呢 我们在和这个多项 多项这个表面体系 比如和这个陈平老师科技组 还有邓德赫老师科技组的合作 去实现这个氮碳件 生成的一些新的方法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 那么上面的这段照片呢 是我组成的这个首批的孤单团队 那么是2016年9月29号 拍的照片 拍照片前呢 就是我要求这个首批孤单团队成员 大家都要这个正装出镜 要有强烈的仪式展 就是在心理和精神上 做好准备 那么迎接和纪念 我们这个孤单 从短期之间合成 喊单有计划后 合体的开展 那么下面的这张照片呢 是最近的孤单团队的照片 这是2020年9月19号的 大家可以看出 我非常这个幸运的 与这么一大批 非常有理想 有激情 有斗志的年轻人 一起工作 因此非常有理由 相信在这个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向大家报告 不经过安 直接从短期高效文和的 合成 喊单有计划合物方面的一些重要进展 以上呢 是今天我向大家来交流的 这个所有的内容 所以最后呢 再一次感谢这个 胡老师的这个主持 感谢这个科研云的直播团队 也感谢这个 这个NSR 还有这个线上 大家的参与 那么这个2020年 非常难忘 基本上快过去了 我在这里 预祝 大家 2021新年 一切安好 谢谢大家 好 老师的分享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观众 现在应该是 将就6000人 在我们的 哔哩哔哩平台上 然后刚刚听了 习老师的一个分享 现在 大家有一些问题 已经提出来了 就是说 比如说 他们提到 目前 对于这种蛋的固定 它的条件 似乎都是比较极端的 习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它的一个效率 从极端条件 使用很多的能量 这个角度来讲 未来 它的一个经济性 是否合适 这是一个 我需要把这个 PPT共享退出吗 不用 您可以翻到那 相关的页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好 实际上这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也是实际上是 在孤单化学 在过去 不管是孤单成胺也好 或者孤单成这个 成立一个 含氮有机化合物也好 都遇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其实它的条件 是非常苛刻 就是刚才我也提到 现在合成胺 比如说一些 通过电化学 光化学 还有实验室 多项 一些合成胺的过程 现在有些效果 是不错的 但是要真正的去 比如说替代 在现有的 对工业合成胺 实际上是远远远远 还不够的 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从能耗 从它的科科 各方面来看 的问题都是这样 那我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在军相 在我们这个条件下 从氮气直接合成胺 或者合成寒丹 有机化合物 它里边要用 非常强的还原剂 要用的大量的 比如说这个金属钾 或者是金属钠的这些 那么最后会产生 一点点的化合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现在还是不行的 那么现在还是 处于一个基础研究的阶段 大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从氮气直接 和氮汗 但有机化合物 我们现在就想利用 光或者是电的作用 是不是就可以避开一些 使用非常苛刻的一些条件 是不是有可能去替代 把过去的这些条件来 使反映更温和 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 可能也在往这方面在考虑 希望将来能够 会有一些进展 谢谢 好 谢谢西老师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您觉得理论计算化学 能否在咱们新的催化剂设计 以及反应路径的设计上 起到合适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个我的回答非常肯定 是肯定是有作用的 因为计算的化学 或者理论计算 实际上在这些年来 对于实验科学的指导作用 是越来越显著 越来越精准 比过去显得越来越好 那么在我们这个里头 实际上也有很多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这些金属氮气配合物的 它的电子结构 就对它的电子结构 结构的理解 会对于后期的 这个它的反应性的这个理解 或者反应的实现 会有非常好的这个指导作用 那我们实际上实验室也有 在实际上近过去十年间 我们基本上都一直会有 一到两个博士生 在通过这个学习 来这个对我们的一些 一些反应的激励啊 过程进行计算 我想这个作用呢 会越来越大 尤其是我前一段到 到那个 北大行政医院区出差 然后跟他们也 那个老师 盘峰老师也聊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这个大的 就是大数据 还有将来的AI的作用 也有可能会对这个工作 或者对工作的这个效率 可能都会有更好的作用 我相信这个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说理论计算 对于这些实验工作的指导 会越来越好 是有用 很有用 然后有人提到 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接触过一点 在现在可能也是比较热的 就是说用电催化方式 通过非经像催化剂 来做蛋的这种固定 它涉及到一个最大 最大的一个争议的问题 就是蛋的来源问题 因为这个效率比较低 关于如何界定这个蛋的来源 是来自于杂质 还是说实际上是由蛋器转化的 这个问题 在您的这个实验当中 如何去确证 这样一个产物的一个来源呢 我最近因为我先是也在搭建这个电化学的反应的平台 现在也一直在学习这个 也比较关注 最近有通过电化学来实现的一些合成的过程 实际上也有很多违线 有很多工作都挺漂亮的 但是里边呢 也有一些争议 就是一个呢 是刚才说霍老师提到的 这个怎么去界定 因为他的这个收率 或者他的这个 产物是已经就太少了 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个 就是关于电化学方面的一些 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都都在学习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体制 体系里头呢 实际上这个产率 现在的这个尽管他从合成的角度还不实用 但是产率呢 往往还是可以做到比较高 再一个呢 我们可以通过标记的这个氮气来去做这个反应 那么最终呢 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氮气配合物 标记的氮气配合物的这个氮气结构 还有后续的一些一些表征 可以可以做到 这个比较准确的来 来判断这个氮气 而不是来自于 不是来自于其他的杂志 那当然就是对于可能 这个均向和多项体系 这个有的时候 可能他的条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我们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问题是可以 是不会进场的 还有一个就是 您提到您那边也在搭建电催化的一个装置 这个是基于一个非均向催化的一个体系 还是基于一个有机电催化军项催化机来做这个事情呢 所以我看我在我在这里头写 比如说军项多项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非均 有的时候觉得好像都不知道怎么来界定这个事情 一边我们本身就用了氮气 氮气它是一个气体 然后你其他的一些反应物呢 可能是这个液体 那么这个你啊 再说是军项有的时候 好像也也不太好说 所以呢 所以有时候军项多项这个 或者非军项 有的时候界定可能会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在理解 这应该比较容易 那么如果有用电的时候 这样的电机啊 有可能有表面的问题 这个电机表面的一些 一些一些反应的这个过程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没有特别的在意 它是一个是一个军项啊 或者是多项 那当然在如果用电化学的时候呢 我们就就主要是从这个电化学基本的这个角度考虑 就是比如说我们希望通过通过这个电化学的方式 它提供这个电子 那就如果提供电子的话 它就可以 不像我们现在做的叫加大量的钠或者钠来提供电子 作为这个好运营机 那么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因为有有大量的钠和钠加进来之后呢 它对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容忍度就很差了 你就像实现催化可能就很难 那如果是用通过电通过电子的话通过电机来给出电子 那这样的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么一个更或者更容易来实现这个循环催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西老师您刚刚提到的两种先淡后碳和先碳后淡这两种策略 因为您提到您那边是通过先淡后淡的这种策略去做 有没有相关的文献 不管是别的组还是您这边做的一些前期的考察 不管是理论推导还是模拟去支持说哪一种策略 可能或者在某些条件下更有优势 有没有这样一些前期的一些结果 现在这个呢还不好说 因为在前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这些文献啊 五六十篇文献基本上都是可以归纳成叫做先淡后碳 基本上都是先做成了这个淡气的配合物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通过通过这个墙的还原剂 大量的纳甲的还原 然后再报一个一些比如说氢电 氢电实际加进去 然后最终生淡淡件 这个是做的比较多的 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是不是就说明它有可能存在 它的瓶颈 那我们提到的这个策略呢 是从先碳后淡 那我相信线上的有很多这个老师同学 做过很多的这个OMCOS也好 或者金属有机化学也好 就是或者金属利用金属来做一些有机合成 那么大家马上就会想到 能够很多的化合物 很多的反应都是在淡气气氛中做的 那我这个比如说用隔日式剂也好 或者用一个生成了一个 一个8碳件这个过程都生成了 那淡气气氛中没有看到这个 恒弹有机化合物 淡气进去甚至恒弹有机化 也没有人报道过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真的是是这么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 才是希望去找一些 能够找到合适的条件 然后去往这方面走 那现在我们在 有一篇文件 刚才你说在 比如说在先探后淡 这个角度呢 我看我这里边有没有 有 有 这篇文件 这个是今年这个Holland在Nature上的一篇 大家看它是从本 然后淡气 那么在铁 在这个 因为还是用 用铁 然后用金属钠 然后把它做成了这么一个 淡规的这么一个化合 那么这个工作的 意义呢 就是这个 这个三甲级硅基的这个含氮的这个化合物 如果通过水解和酸解之后呢 它就变成本案 那么本案现在的合成是下面的这种 就是通过本 然后消化 然后变成 消极本 然后消极本再加清还原变成本案 现在这两部每一部的这个 对环境的这个 对环境的这个污染都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消极又是从这个 这个氧化变成硝酸 然后硝酸再举着这样做 所以呢 就它上面的这个工作的意义就在 在于这个 在于这个方面 它可以从本 然后加淡气 直接变成这样的话 然后加安娜 那么在它这个 大家也许 可以去看看它这个反应的机制里头 就它提到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 在铁上面 铁上一个 就是淡淡 淡气配上去之后 然后那再还原 还原之后呢 在另一端上面连上一个 一个 这个 一个 硅 然后呢 铁上连了一个 接下来呢 本机它认为是发生了 这个迁移插入 就迁移到这个 这个 这个淡上面来 当然这个过程呢 只是一个 推测的过程 并且它的这个 中间体的合成呢 也不是从淡气来做的 而是从这个 从其他的一些化合物来合成 所以它这个工作呢 就是 尽管还是非常的 这个 非常的基础 但是呢 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意思 那如果 如果认为它是 这么一个 迁移插入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 是 可信的话 那么 那么这应该是一个例子 来支持我们 前面就是 想用的这个 鲜碳 后弹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呢 它这个 机制实验 可能还存在 还需要 更多的 这个实验验证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 一个例子 所以 我觉得就是从 现在还不好说 鲜碳后弹 或者是 鲜碳后碳 每一个将来能够突破 能够实现 从氮气 在催化的条件下 温和合成这个 很淡有机化合物 但是呢 至少 就是到目前为止 大家一直用的这些 在过去六七十年 大半个 用的这些方法 没得突破 我认为 接下来 如果继续 沿这个思路去做的话 还是突破的 可能性 可能还是比较 也不是没有 但是可能是比较难 因为这里头 也有关键的科学问题 就是怎么样能够 使这个 配位的氮气 有足够的稳定 然后和碳源反应 不发生解力 那假如我们的这个设想 我们能够找到 合适的条件 能够使这个反应 发生在 就是它的关键的 一步的反应 能够是发生在 这个 这个 金属 中心上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还是有的 因为在这个催化的 有机合成的过程中 最后的 还原消除 千元插入等等 都是可以 都是这个 催化反应的 非常重要的一步 是一个机缘反应 所以 我这个说了挺多 但是实际上 我们自己现在 还不 太清楚 到底如何来实现 最终 最后面的这一步 我们还在摸索过程中 我就很好奇 像刚刚您提到 这样一件 Mature上 这个新的工作 它的那个收入率 能到多少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 收入应该不高 也不高 对 应该是不高 因为它这个工作 和刚才我们那篇 终述里面提到 第五类 就是早期的那些反应 能看出来 就是早期的很多反应 都是很有意思 但是就是因为 它的机制 机理都不清楚 那么它这个工作 在南下上发表 就是一个最关键的 就是它把其中的 这个过程 就好几步的过程 它分析的比较清楚 还包括它的 这个化合物的 电子结构 等等 这些方面 从这个学术角度 就是科学问题 说的比较明白一些 但是 从合成的角度 从一个方法学的角度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非常基础的一个研究 很有意思 因为今天我们现场 其实也有很多年轻的老师 在这边 然后我其实想 替各位观众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在安排这样 从早期很多 年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 然后转到现在这样一个新的 有非常能看出来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您是怎么去安排 这个像青年老师 包括博士生 他们这样一个规划 因为看起来这个工作 有可能就很多年出不了一个 一个非常有阶段性的一个成果 就是说 您是如何去说服学生 去接受这样一个挑战的 然后去怎么去 为他们的职业生下去做这样 这样一个规划的 我那一张PPT没有 我就通过这一张来看吧 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像这个首批固单团队的 这个形成组成过程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我先给大家来介绍这个首批固单团队的 我大概在因为我 这个PPT没有 我是在 我在20岁到30岁的过程 那10年做过10年的固单化学 当时在河南化学研究所 那么后来呢是一直在想继续 继续去去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因为我一直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管从基础研究 还是未来的应用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2016年的这个春节 期间我就下决心要把过去的这个我们做的双金属的这些研究停掉 然后转到这个固单化学来 就是从氮气直接和 那么春节过后呢 同学呢就回到实验室 那我这时候就开始给大家来讲这个 从开组绘啊 发email就来给大家来说这个 固单的重要性 然后如果大家 如果你们谁成为那个首批固单团队 这个成员 那将来这个实验室 一定会一直记着记着你 作为首批的固单团队 所以大家都非常认可这个固单的这个重要性 还有它的挑战性 但是在过去几个月之后 没有没有人 没有一个任何 一个同学主动来报名 想成为这个首批的固单团队 这样过了一个学期 我正常和他们聊这个事情 那么后来 这个暑假完了 大概是八月份 七八月份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我来了灵感 我就就帮这个 这个从左边第二个同学 这个叫 这个 这个 英家号 那么当时他是博士直播三年级 那么最右边这个叫余超是二年级 他们两位呢 都是这个南京大学的本科 在我实验室已经进来 已经一个两年 一个三年 但是我就把他们俩叫到办公室 然后我就跟他们接着聊这个 这个淡气固单的重要性 还有手机固单的这个固队的这个成员的问题 然后就我就跟他们聊 在过程中呢 就说这个 这个固单的这个 它的关键的科学问题 实际上它的基础 它的学科的基础是配为化学 因为淡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分析 就是你要么是把淡气的电子拿走 要么你把其他的电子给到这个淡气的这个 反键轨道上去 就让它这个成键 让它这个键 单单三键变入 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科学问题 那就是配为化学 然后他们俩非常认可 然后我接下来说 我看你看 在中国配为化学的基地 就是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化学学院 有中国的这个叫做配为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对 我也男大学 对我也男大学 我在那边待过学过一年 所以跟那边老师也很熟 然后就 他们俩 他们俩这时候也说是是是 然后这时候已经不太说话了 你意识到一些问题 因为都非常聪明的孩子 然后我说 看你们俩是南京大学的化学学院的本科生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应该加入到这个手屁股单 那就是他们俩已经不说话了 我说好 不说话就代表 就代表这个同意 那所以就有了这么一张照片 大家看这里 比头 这个 赢家号和余超两位 这个表情是非常的严肃的 可能是 压力挺大的 压力挺大 那么实际上后来毕业的时候呢 赢家号是以孤单的工作毕业的 而余超呢 不是以孤单的工作毕业的 就是余超的这个工作一开始 安排的就是直接从氮气 然后从这个 先炭后氮 然后从我们的这个 双铃 双金属化合物 直接把它做成那个双铁的金属的化合物 然后希望接下来和氮气沛围 然后实现这个 这个 先余超入也好 所以最后呢 余超也是优秀的 这个工作毕业 但是他不是以孤单的工作毕业 一年号是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 就是怎么样 能够安排 尤其是年轻的这个同学 能够坚持下去 能够去挑战这些 这些工作 因为实际上 学生 不管是这个研究生 或者是博士后 他们的初心 和老师的初心 往往是不一样的 你没有刚才提到 我有一张片子过去 今天被我删掉了 是所谓 博望初心 现在我去做这个工作 是博望初心 我从20岁就在做这个事情 那么对于很多 现在的这些孩子来讲 那么他们的初心应该是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一个系 就在这里头 那么这个系 就是一个就是相信 还有信赖 或者是这个信念的 尤其是对于 对于这个 我现在的实验室 就像你说的 如果他毕业的时候 没有论文 或者两三年三五年 没有文章 发表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个工作 就是能够让这些 孤单这些成员 能够有信心 能够能够有一支 稳定的这么一个团队 就让你坚持这个理想信念 能够做下去 所以这是我现在 经常思考的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高兴 非常幸运吧 就是大家看从16年 到这个00年 虽然我们的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 但是还是有这么一大批 这个非常有理想 还愿意去挑战的这个年轻人 加入了一个孤单团队 所以他们的到来呢 使我也增加了很多的信心 也非常的高兴和他们一起 来做这些工作 好 非常感谢西老师 语众经常的这样一些分享 我相信今天在场的 各位老师同学 应该也能收获很多 关于学科方向 和一些更大的层面上 获得一些科研的一些灵感和感受 然后我觉得今天 习老师的报告 可能跟以往我们做报告的老师 有所不同的点在于 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 可能讲的没有那么细 没有那么多具体的例子 但是对于历史的这样一个梳理 和对于未来的 这样一个展望 应该是值得我们很多 今天老师和同学们去学习的 那我们也再次 感谢习老师的这样一个细致的分享 由于时间关系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也就 先到这里结束 我们也再次感谢习老师的到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胡老师 也谢谢在线的各位 谢谢大家 好 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对于咱们 节目的一个关注 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 进入科研云的官方微信和 NSR的公众号 同时呢 也欢迎各位 各位扫描这张页面上的二维码 继续关注科研云和能源学人 发布的后续的讲座信息 以及视频通知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结束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见